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这是 crypto 主我就是 Andrew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又是另外一天美好的一天 ok 就是 so far so good 就是目前的空单依旧还是在 running good 可以你可以看我左边的这个 是我在 byb 的这个空单 那目前比特币的线报价格呢 是接近20,165左右的这个点位 那以太币呢是跌到了接近 1027美金左右的这个点位 那目前的是马来西亚时间呢下午6点钟 ok 那接下来到底呢 比特币呢还会不会再继续的向下跌呢 那目前我们最应该去关注的这个支撑点位 还有如果万一跌破这个支撑点位呢 接下来会引发什么连锁效应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就一定要切记要把这部影片呢看下去 那在我影片底下呢 有 byb 的这个申请账号的这个连结啦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交易平台呢 是目前我使用了这么多交易平台之后呢 觉得页面最简单并且最容易操作的 并且呢在这种危机时刻呢 不会突然间shut down的一个交易平台 那尤其是新手们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呢可以去使用看看 那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交易平台上去开信账号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使用我的这个连结 那就有独家的优惠 那使用这个连结呢去开启信账号呢 也是对我频道的最大支持的其中一个方式 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呢 大家一直以来对我频道的这个支持 那没有你们的支持呢我也很难坚持到现在了 毕竟频道发布到现在呢已经发布了100出投资影片 当然还是最主要还是要感谢大家支持 那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呢 每天为大家提供最真实的这个盘面分析 好的那回到我们比特币的这个天图 目前打开天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目前的趋势已经是根本不用去讲解了 因为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比特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3万块直追到目前现报价 20,150左右的这个点位 很明显目前已经是一个down trend了 so 目前这个趋势来讲的话 当然是不建议大家去买入现货 不建议大家去持有比特币 还有最主要就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多了 现在 那当然除了另外一种特殊万里 就是你从比特币很便宜很便宜的时候 就已经买进了 然后持有到现在的话那个就另外讲 那如果你是说目前你是一个新手的这个状态 还没有交易超过一段时间的这些新手来讲的话 目前这个情况下呢 最好是不要去买进比特币 因为以一个很新手的这个心态来讲的话 目前这个情况你买入进去的话呢 你也不一定能够持有到他涨起来 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以来长期来讲 都是很看涨比特币很看好比特币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但是呢 你想要叫一个新手呢去后一个去后一个5年10年20年呢 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更不用去讲如果今天这一位新手呢 他是一个并没有太多的这个holding power 那这样子对他来讲呢 去持有一个比特币5年10年15年 可能就会是一个更难的事情 所以呢我至于大部分玩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按照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说目前他是一个向下跌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最好是不要去买入现货 还要去做多最多你可以去做 就是去顺着这个趋势 尤其就是你可以做的操作就是去买它跌去做空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刚才在影片前面有跟大家去 show 大家就是左边的这个我在by b 的这个空单 ok 那就是我从3万块目前以来做空到现在 ok 已经赚了接近快要3000个percent左右的这个percentage 那为了让新手们好理解这个3000个percent 那就是呢如果你下的margin是1000美金的话呢 目前就已经是赚这30千美金左右的这个profit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顺势操作的这个理念 就是玩现在market告诉你现在的趋势是向下跌 那它其实最浅白的意思跟你讲就是目前下跌的概率比较大 那玩概率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是比较prefer去做这个操作 那这个案例呢可以用一个很浅白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去讲解 就比如说今天你在拆一个盒子里面的这个球 那玩今天这个盒子里面球你知道有100颗 但是今天有90颗呢是黑色的 那里面的有10颗是白色的 那今天你只有10次机会可以去抽奖 抽中黑色你就赢钱抽中白色你就输钱 那今天你会去猜你抽出来的是黑色的呢 还是白色的这个频率比较高 那如果你觉得你会猜黑色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下面去打一个黑色 那如果你会比较倾向于去猜白色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下面去打一个白色 ok 那接下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好让一些不知道这一个讯息的一些玩家们 了解一下现在目前发生的这个时事 那就是呢目前影响比特币暴跌因素之一 那就是这个在近期呢必然暂停了比特币的停管 还有这个Celsius呢也是一样 宣布了停止账号之前的这个提款 那这个新闻一爆出呢就加重了这个市场的 这个恐慌情绪 因为他不让他们的这个用户提款嘛 那这个行为其实就很可疑 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呢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有关于到钱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这个诚信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那一旦爆出了这个新闻之后呢 那市场恐慌情绪自然就被加重 那就导致了这一波的下跌 那这个呢就是暴跌其中一个因素之一 大家还记得 我在这个Michael Saylor 要卖出他的比特币的这一部影片里面有提到嘛 就是有传言指出如果比特币的价格呢 恐慌跌破21,000的话呢 Michael Saylor就很大可能要被迫 卖出他的比特币来走转 那当然最让大家出乎意外的就是 比特币呢真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真的是跌到来2万块的这个点位了 那目前的MicroStrategy呢 他的平均价我记得已经是在3万块左右嘛 那现在在比特币的这个赌注呢 已经亏损了接近10亿美元 OK10亿美元 那这其中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MicroStrategy呢到底会不会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他不得不放弃 或者去抵押他的这个129千 美比特币 他在这里呢也牵引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有可能会发生他就是呢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MicroStrategy呢会被市场这些做空基金呢去狙击 那这个呢也是蛮多人目前正在探讨的事情之一 因为一旦MicroStrategy呢被狙击的话呢 那这个事件呢就跟之前索罗斯 George Soros这个金融大鳄呢 去做空硬棒的这件事情呢 非常的相似 那如果万一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呢 那MicroStrategy呢就很大可能呢 要亏很多很多的钱 那比特币的价格呢也自然而然 一定是会跌到更低的这个价格 但是呢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呢 我们并不知道 没人说得定 OK毕竟金融市场呢永远充满着随机性 既然没人能够抓到这个随机性呢 那身为一个trader呢 那最应该做的就是去控制好你的这个确定 然后呢去交易市场这个不确定 按照目前我们的确定来讲的话呢 趋势我们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 目前一定是熊市已经是非常明确 价格一定是向下跌的概率比较大 目前呢你问我 有没有这个做空点位可以去做空呢 很老实讲 没有很美的点位可以去做空 毕竟 现在价格已经跌到来这里了 那基赛除非价格反弹到一些相对强的主力点位 不然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做空 那当然目前价格还会再去向下跌肯定的这个是 但是呢 以我的交易理论来讲 我会比较prefer 相对进在一些比较有价格优势的这个点位 相对比较没有这么容易被扫出场的这个点位 因为你会发现到如果你现在去进场的话 你不知道你的子孙要怎样舍 因为很尴尬 他随便的反弹就很大可能会被扫出场 那这个是给予每个人的这个strategy不一样啦 那如果按照我目前的strategy的话 我还是持有的空单 那如果目前我本身是没有这个空单的话 我也不会现在去进场 我会相对比较prefer 去等待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出现 可能接下来价格反弹啊还是怎样 那如果价格要反弹的话呢 也要有一个支撑点 是把价格支撑住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关注看看价格目前呢 有没有来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 关键的一些支撑点位 目前我们可以打开比特币的4小时图 那搭配着我的fip channel跟这个support assistance呢 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snr 也就是这个snr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在在跟动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目前比特币呢 跌破了3万块的这个支撑之后呢 就一路狂泄直追来到目前这个 已经接近我的这个support的这个点位啊 目前我的support是在19600左右 这个点位OK 那其实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啦 其实这个strategy已经算是work了 也是算是成效了的OK 你可以看到从这个3万块 如果真的做空到这个目标价的话呢 是34个percent左右 如果你今天wallet 100千美金的话呢 如果真的hit out target price的话 就会赚到接近快要34千美金左右 这个profit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接下来的支撑点呢 无庸置疑就是19600 我会讲这里是一个需要关注的支撑点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OK那当然还有这个fip channel 如果我们打开fip channel来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其实 接下来价格也已经快要来到0.618的这个支撑点位 所以呢这个snr呢加上fip channel呢就会形成了 这里会是一个支撑区 那支撑区就是很多个支撑点呢聚集在一起 就形成了这里有一个支撑区 那当然不是讲价格不会跌破 而是说接下来这里会是价格要继续向下跌呢 必须要通过的一个关卡 如果价格没有跌破这里呢就 价格有机率呢能够在这里呢 获得一些支撑买方的这些反击 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做空的话呢 就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呢去注意注意一下 可能有一些防守需要去做 你可能可以去移一下你的这个shill防守止盈 如果你目前在做空置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把你的这个cut loss呢向下移 如果接下来价格向上反弹的话呢 你的这个单值呢可能只是少赚一点点 那这个呢怎样都还是好的情况 毕竟还是赚嘛对不对 那赚怎样都比亏还要来的好 那目前我本身的操作也就是这样子 我会尽量去做好我的防守 以避免接下来价格反弹让我亏钱 那我我都会去做好我的这个shill防守止盈 就算价格真的反弹上去那我最多就少赚 相反的如果价格没有反弹 他去继续向下跌的话呢 那我的这个空单就会继续有在brand 继续有赚更多钱 那基本上呢我的会员群里面呢 都是正在做着一样的操作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空单 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 这位vip会员有问我就是 呃他的空单在1250开的 那需不需要去止盈还是怎样 那我那时候给他的这个建议就是 你只需要放好你的防守止盈 然后继续的去hold 因为毕竟目前的趋势是向下跌 所以下跌的概率依旧还是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促成了他目前 赚到了1840%的这个空单 那上位这一位呢更给 可以赚了2336%的这个空单 而且他已经是加仓了 接近快要4次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从4万块就开始开这个空单 开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从4万收到2万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percentage 为什么只有2336 因为他在过程当中还有一直去加仓 很安全的去拉低他的这个平均价 然后打更多的成本进去 所以现在目前比特币每下降1%呢 他赚的钱其实是反倍式的 ok 那这一个呢就是滚雪球效应 那你可以看到其他会员们呢也是一样呢 目前都还是开着空单的 都是赚着很不错的percentage的 ok 你可以看到这位也是1182% 还有这个1300个percent 1000个percent 大家都是1000%起跳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交易的资讯 系统性的去学习如何交易的话呢 那就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这个社群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那就更加欢迎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里里面呢 这些会员呢大部分都是从新手开始 那再加上呢很多时候 其实不是我不想要去分享更多 因为影片呢是需要提前录制的 所以很难达到一个突围的这个效果 那如果今天是在会员群里面的话呢 你一旦有困惑呢就可以在里面去问我问题 那这样的效率呢就会更高 学习的速度呢也会比较快 那以上呢基本上就是今天的这个盘面分析啦 那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呢这部影片呢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并且喜欢这一系列走势分析影片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订阅 点赞并且分享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emergency update video 那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觉得这部影片对的有帮助的话呢 也千万不要忘记在影片底下呢去留言 有帮助有帮助 或者是 useful useful good great 这些正能量的comment都可以 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 那这些都会极有更大的动力呢 每天为大家送上最及时 最真实的盘面分析 最后知道在这个市场里面呢交易顺利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回去吧 Ulf 。 Virgin